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本來想要投給小飯哥 可是後來我寫自己 其實當下公開票的時候 還滿訝異的 雖然說我把那票投給我自己 但其實播出的時候只有剪那一句 前面其實我有講說 我那時候其實想要先投給小飯哥 在投票的時候 小曹有過來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當隊長 所以當時我就做了這個決定 但是我並沒有在社群網站 去多做解釋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太過於自信啊 所以投自己啊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並不會想要去多做說明 那我希望的是我們 就是在比賽的過程 然後好好的表現 然後我們內部 我們大家知道 我們自己的共識是什麼 我要把我自己先撇除 然後把大家都放在一起 在團隊裡面我沒有自己 我們就是一家人 然後我必須要讓大家都在 那個狀態裡面 把那一條心整個整頓在一起 變得越快 要追上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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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看到周雨天的時候 那時候我知道 好像快要到終點 我要堅持下去 可是在那之前 我已經嗆水嗆到太多次 然後我整個身體的節奏已經亂掉了 我也告訴我自己說 不要站起來不要站起來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但那個嗆到是 不只是嘴巴 鼻子也是 突然之間 我的身體的本能反應 就讓我站起來了 我看到終點在前面 其實我嚇死了 因為我知道 藍隊的人已經上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 一站起來看到 我就趕快衝過去摸 但來不及 我們就差了0.84秒 哇 那一天錄完 我回去好幾天睡不著覺 在那個狀態裡面 觀眾的投入是很重要的 那他們投入表示他們看中 那自己的表現 沒能幫隊伍拿下勝利 也是事實 對 我接受大家的那個指證跟批評 剛好那天在練樂樂棒球 結束之後 我打開手機就看到 好多位接來電 就是家裡的人打過來的 然後我就看到訊息就說 狗狗因為那個急性會扭轉 現在在醫院 這個狀況如果你當下發 沒有及時發現的時候 送去醫院做動手術 他就會很快就會離開了這樣子 然後打了兩針的強心針 醫生說不建議打第三針 那如果第二針十分鐘 他還是沒有好轉的話 可能就要送他離開這樣子 那十分鐘我在見車上面 趕去高鐵路上 我就一直拿著電話 在車上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哭到這個司機應該覺得說 你是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到了高鐵站的時候 剛好最後那一分鐘 醫生說沒有好轉 我就把視訊關掉 然後我就用電話 我說你把電話開闊一 然後讓我跟他講講話 然後我就說 Lolly 那個 不要堅持了 你就 睡吧 我知道你很痛 然後 我現在回去 我現在 哎呦 我現在 就當下我就跟他說就是 嗯 就先睡 然後爸爸下去 爸爸下去接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路從台北車站 哭到台南高鐵站 送他去火化的那一刻 我就有 放下的感覺 就是 其實很感謝他這輩子來到我的身邊 然後 給我這麼多的快樂 跟幸福 發生這件事情也更讓我知道說 享受當下 跟珍惜當下 有多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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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